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的花图 这时候要找出它的错综的变化 还有一组小的叶子 少一点 我可以画一个小的 少一些 这个要考虑和前面这一只 呼应 有一定变化 我把骨子画在左边一点 这个亭 我考虑让它斜整下来 这个画的要简练 有时候墨淡了一些 颜色淡一些 也不要管它 继续画下去 适当的调一点就可以 不要调 调的时候太重 这和地方要注意变化 要给它接上 有时候可以加上两笔 就是单纯画图 没有花 最后点锐 还是用中梦 考虑鲜化的第一组 我就先点这个花 再锐 这个花呢 鲜化稍微的 干了一点 你好处理 然后点第二组 这个轻轻点上就可以了 这样整体两组花 都是绘 高与低 一个组 一个次 就可以了 您朋友们 今天的绘 就讲到这儿 画绘 主要还要注意 叶子的放开和花的变化 既要画多了 还不要画乱 叶子一长 容易画的层次 自己给它搞乱 所以平常在训练中 要特别注意 好 今天就这样 再见